前几天有点冷清 其中第二天一整天下来 更是只有七个人来登记 不过里长登记进入第四天 一早似乎热闹多了 一号上午在西子区公所十一楼礼堂 除了选务人员也有不少人陆续来登记 当天是由有意连任的文化里里长于宝聪 抢头香一早七点多就来 希望有机会继续为里来付出 这次里长要登记之前 我就看一下我们庙那个农民历 那我想到说一号二号全部都是红的 反正红的就感觉日子不错 所以我就今天早上 我差不多七点多就来了 在这边也拜托我的里民 还有市民朋友 我这次还是继续登记 产选文化里的里长 也希望大家还给我记记一下 只要是有日子就是好日子 那因为我们选年任 那几个里长我们都讲好了 就是今天来报名这样子 那我是要选第七届 那我希望我能连任继续为里民服务 金农旅已经经营这么二十几年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来支持我 我们的里民能够支持我 让我继续连任继续服务 新北市汐止区第四届里长选举 候选人登记为期五天 文化里里里长于宝聪翻农民力 特别挑了九月一号这天好日子 看重节日及时 就里长同仁们一起来抢个好彩头 所以当天早上就十几位的里长完成登记 今天登记是第四届 上次新北市第四届 但是我如果是里长还算 我应该是算第七届 长期里有杂七杂八一大堆 反正就山西里这边比较远一点 大概排水工人 然后寄宿安全这个才是重点 我登记的时间是 看是九点到十一点 那今天非常高兴 有五位我们厚德里的志工 陪同我来登记 因为五位是因为我今年 迈向第五届 所以说希望能够五连霸 继续为里民来努力 为里民来争取更多的福利 厚德里成为一个 非常优质的一个社区 接下来还是有更多的 继续为我们乡亲来服务 希望各位乡亲能给予这个机会 继续为我们厚德里来努力 现在里长陈友亮 力拼五连霸 当天带了五位志工 一起陪同登记 有个豪彩头 汐止区50个例 目前几乎每一个例 都有人登记 登记作业进入第四天 已经大约有70个人完成登记 这层慧玲 汐止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提醒大家 感谢观看